我們實在太渺小了 熱愛登山的藝人蔡長憲 分享走訪全台各大山岳心得 邀請大家一起走入山林 享受登山健行運動 我自己本身就是熱愛鎖鯉運動 那登山這一塊也是我這幾年 真的是第一次參與就愛上 踏出了那一步 才感受到山林之美 真的被他擁抱 我也好好的大力的擁抱他 走出湖外的時候 就是一直都在享受 而且也一直在吸收 那其實我覺得要踏出那一步 其實可以從真的是 自家身旁的步道開始 走過第一招 雖然這個才也沒有多高 幾百公尺而已 但是走上去這樣一步 雖然腳很痠 但是每次回頭的那一刻 這一切都好值得 對 你會看到你自己 走過的這些痕跡還有軌跡 然後發現自己好像 又更像一層龍 而且那時候我就會充滿好奇心 就是我會不會說固定 一定得走這條路 我看到旁邊有一些 小小的路可以走 我就會說這裡安全嗎 沒問題安全 我就會去看 那在爬松羅湖的時候 自己的心理狀態已經更強重了 也覺得好像沒有什麼 可以難倒自己 而且那時候自己體力 也算都還不錯 所以也是跟著這群朋友去 而且因為松羅湖的地形 那還有氣候環境 相對也比較潮濕 那你看這地上都會比較泥濕一些 對 滿泥濕的 所以其實難度真的有一點高 我是單工 單工 所以你花了多久的時間 我大概是我們到那邊 差不多七八點 那整床 那除非要體力 吃完早餐之後 出發差不多九點 我身天黑前下山 所以我看到你好像還有帶頭燈 對 還有帶頭燈 因為我覺得這些裝備是不能少的 可能換萬一或是到了台安 都需要用到的 而且過程還會遇到一個 一直非常可愛的長龍牆 我相信很多朋友的 第一個白月可能跟我們都一樣 就是可歡北風 非常適合 是 真的超級適合 因為我也是在跟那群山友一起 建立了很多信心 他們給我很多信心 我想說我一定可以 我體力很好 我的鬆腿很有力 因為我的朋友就見證了我 跟他們一起去爬了好幾層 因為我是一個 沒有辦法靜靜的爬的人 我就看到我會這樣子 你會跳音樂是吧 石頭 是 我會稍微跳 他們自己整個動態的感覺 會啟動得很高 所以他會說 你很會爬山 放心 你一定可以 所以在這些朋友的建設之下 我就先爬了可歡北風 所以你這一場 可歡北風 你大概爬了三個小時嗎 兩半 不記得時間 因為我覺得蠻快就到了 因為那時候我們還想說 要不要往東風去 但是有一些朋友 可能體力還沒那麼好 我們就想說 我們就是同進同出 大家一起 我們就提早下山去吃飯 但至少也達到了一個北風 就是人孫地說百樂 近年登山践行風潮盛行 體育署推行全國登山日系列活動 提供多元化的登山活動 一同感受台灣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 在108年10月大概是21號左右的時候 行政院這邊有召開一個 香山自建這樣一個記者會 會議裡面整個大概接觸了 有很大的一個政策的群手啦 包括山民開放 包括有些資訊厚免 包括服務要便利 包括我們登山的教育要普及 也包括我們有一些登山 有一些責任和一些要致富的 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特別接觸這五大的一個政策主軸呢 向全國的一個民眾 宣導政府把山林開放 我們向山自進 向山自進的時候 我們要跟山進山 我們要自進 然後呢 我們也要進山 哪一個進呢 要進去山林 那哪一個進呢 我們進入山林 我們要把山林保持乾淨 所以我們有三個進 三個進山 那個自從1082年這樣子實施以來 那個已經會要四年了 然後體育署這邊 其實坦白講 就是從106年 針對全國登山自的一個活動 就已經開始實施了 然後我們整個全國登山自的這個活動 其實是搭配剛剛講的 那個五大主軸裡面的教育 教育的這一個環節 這一個單集 所以 很高興今天在 今天這個會場 看到我們所有的夥伴機關 歡迎參加 所有的協會 很多大力的支持跟贊助我們 持續在伴侶相關的一個活動 我們整個9月跟10月 有很多的一個系列的活動 然後看了一下 現在應該應該可能不只 除了我們各個單位 在辦了250場以上之外 包括我們那個 夥伴機關這邊也 大概有辦了100場 很多 包括有些線上的 線下的這些 相關登山的一個活動 跟一些安全講座 或是登山論壇 那個還有 比較重頭型應該是 我們北中南 這三區 我們有一個主題是 一個登山活動 在10月14號跟15號這兩天 然後另外最後呢 我們在整個10月底 會有一個登山社團的大會司 在10月28號 都是9號的兩天 系列活動從9月陸續開跑 透過全國性與地方登山社團的串聯 舉辦超過250場登山活動 規劃近20場登山安全講座 民眾只要在期間參與登山 就有機會獲得超過40家品牌的 精選毫力 記者問君改變報導